今個星期韓風雜港 有四位韓星這幾天不約兒童 舉行或出席活動 最先抵達的韓劇鬼怪男星李棟玉 昨晚舉行粉絲見面會 李棟玉和粉絲濫濫 擺姿勢自拍、玩遊戲 基本上有求必應 認真會想粉絲 另外女星李聖經和宋慧喬 今晚分別現身旺角和中環 為多言品牌站台 李聖經早前衛舉重精靈金福朱真肥 至今仍未完場回復拍戲前的狀態 至於宋慧喬依的名言照人 不過身形稍微肥了些 橋妹全程只露面十分鐘 仍然有時間接受訪問 對於成為武器的名言照人 不過身形稍微肥了些 橋妹全程只露面十分鐘 仍然有時間接受訪問 對於成為武器的名言照人 在網上票選時候十分開心 最親民的要數男神留好 今天下午抵講的時候 建議十幾名粉絲等候 立即走前收下兩束玫瑰花 並向傳媒揮手先離開 對於成為武器的名言 對於成為武器的名言